現在當時黑臉老婆保育過的期間 在2002年 台南市新台保育學會副總幹事 在學家失態的新台航空 發現只有偽重的黑臉老婆 經過精團使肉毒感军中毒 將它在了好生後 下上T85的比較寬 今年理會由市長委託在學家失態的新台航空壓榮 因為去年台南市長在雪甲失地 也放了那一支T85的黑麵皮鹿 在去年的11月份 它從2月中它也放 它有揮回去韓國 去年的11月 它又揮回到我們台灣來 在嘉義布丹那邊 失地有發現 所以我們在今年黑麵皮鹿保育器的時候 我們又在發起第二次尋找 黑麵皮鹿T85的這支的行動 今年交友在嘉義部隊後美利府 經是我們發現T85的綜領 今年11月切雜 也在北門追集高等 讓交友去到上邊 連兩年發現他來台東等 這也證明台南推動新台保有環境優行 非常高興 我們的副總幹事黃永鋒 在水晶教堂旁邊的一個魚尺裡面 有看到這支T85 T85裡面 像真的我們台灣的 台灣的那個失地環境都非常的好 另外這一支T85非常的健康 去年飛回去 今年又飛回來了 新台保有學會理事長抽人物的標示說 學會即將馬連宿宅當記錄到一隻 等了一支腳的黑麵六杯 每當不來到台南來肚當 立體保有已經讓記錄到兩檔 希望明年也有機會可以再看到 我們希望你喜歡彩虹波的喔